而台湾在世界十二强棒球赛中夺冠 但中华职棒会长蔡奇昌 却被国民党立委吴宗宪酸酸说是在蹭棒球 对此蔡奇昌高EQ的发文表示 只希望有更多人一起支持台湾棒球 而只要能给棒球更好的环境 也欢迎所有人一起来蹭 世界十二强棒球赛落幕 不少球迷还沉浸在夺冠的喜悦中 而日前国民党立委吴宗宪 上网红馆长的直播节目 谈到政治人物诚信很重要 后来话锋一转 直指中职会长蔡奇昌 最近在蹭棒球 对此蔡奇昌在社群平台高EQ反击 贴出和陈杰线跟潘杰凯的合照表示 有些人批评会长爱蹭 对自己来说这真的是小 认为自己一点都不重要 只希望有更多新企业 新球迷一起加入支持台湾棒球 只要能给棒球更好的环境 欢迎所有人一起来蹭棒球 你只要关心台湾的棒球发展 不会用蹭这个字用在我身上 如果我也愿意我来招待他 进场看看球 关心一下棒球 我想他就会改观 这回12强棒球赛亮点之一还有心灵捕手林家政的战术护腕 让外界很好奇上面到底有哪些机密 中职会长蔡奇昌独家揭秘 蔡奇昌表示感觉大家会喜欢这个版本 还强调这不是家政的首收 但仔细一看上面竟然全是饮料品项 让网友笑翻说以为是国家对机密 还放大认真看 还有人说这个很台湾 也有网友笑说 如果是估重量版本的话 上面会是烧肉店菜单 话题也意外在网路上引发讨论 接着就是冯浩宇台北报导